大家好,我是长姑娘 我表妹了今年28岁的年龄 是贵州人 他嫁给了46岁的大叔 28岁加46岁 算起来大叔就大他18、19岁了 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婚姻呢 表妹呢,也和我一样 也属于长级人 她呢,是属于那种 大概就是精神上的 就是轻微的那种脑瘫吧 她呢,有思想,有至尊 她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 还能带孩子 她选择嫁的那个男人呢 也是当地的 没有相隔多远 就是年龄上的差距呢 有点大 他人呢,脑实本分 勤劳,什么都会做 就是脑袋上不灵活 就要有人带着 如果是父母 要有人带着的话 他什么都能有头绪的去做事 他有劳动力 他还能做事 表妹呢,就是走路有点残疾 但是她呢,影响不大 她走路呢,我觉得比我的情况都能好 她还能背着孩子 还能上楼梯 就是她呢,就是说话土不明 就是她说了什么的话 我们不怎么听得清楚 她为什么会选择 大她十多岁,十九岁 就像父亲一样的年龄呢 就是46岁 其实也就小她父母 小她母亲两岁的年龄 也就是做父亲的年龄 却做了夫妻 生活在农村呢 其实很多人还是得不到平等的对待 特别是长级人 他们没有自己选择的潜力 也没有所谓的爱情 有的只是共同平凡的生活 他们的世界很简单 不像正常人那么复杂 只要能有口饭吃 只要能够在一起 这就是他们对爱的定义 但是在农村这样的生活圈子里呢 长级人就是只是给别人生而育理 作为一种工具而已 并不能像正常人那样 正常的生活 他们也有思想 也有至尊 我们下期待会儿的生活圈子